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 今天有朋友又传多一份报纸给我 就是东方集团的纷纷星网 登了我Youtube & Smart Travel的影片 这么多个月来 很感谢传媒朋友 无论香港或海外 也有很留意我Youtube & Smart Travel的影片 我希望可以提供娱乐和资讯给大家 可以在工作之余听娱乐八卦新闻 其实除了八卦之外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艺人 他们怎样可以代人处世 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 有些可以是学习对象 有些可以是反面教材 去警惕自己 由低爬起身成为一个好例子 就好像最近过身的吴曼达 曾志偉最近在她的无线悼念的节目之中 有很多其他演员 例如罗冠南、阮瓊丹子、黄晶、关麗杰 这些都是怎样悼念达过的 可想而知她在娱乐圈有很多朋友 还有值得敬重的 例如曾志偉在她无线自己举办悼念 曼达的节目之中 他就说达过原本难倒 连她最好的朋友也不再借钱给她 他就民生自杀的念头 然后他去了城门水堂想揽下去 谁知他望着天就跟天说 希望下一世都可以重新做人 做一个更好的演员 然后他想下 下一世可能会做牛、做马、做狗 未必会做人 然后他说 为什么我现在是人 我不可以重新做人呢 然后他就回家睡了一觉重新做人 然后第二天就回去TVB 就跟所有的编导和导演说 你用回我 你会见到一个不同的吴曼达了 自此之后 曾志偉就从来都没见过达过 就带剧本入厂的 因为他是由头到尾 这些对白都念了 证明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 所以他离世之后 全球的华人都很悼念一个一代的演员 即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 虽然达过也有几段婚姻 之前我的影片讲过 但是达过未必做到一个好的老公 但他一定是一个好的爸爸 更是一个很出色的专业演员 不单是周星驰的电影扮演搞笑无厉害的角色 甚至乎他拍很多戏 就是做一些严肃的角色 都是可以很拿手的 做一些很好的戏给我们看 启发到我们 至于那边商新任无线副总经理的曾志偉 他也是和达过一样这么风流 至于今天我的题目想说 男人可以风流而不可以下流 究竟谁是风流而不可以下流呢 不如我又讲一下曾志偉 这些大半新人和他扯上关系的女人 1953年曾志偉出生于一个香港非常有权势的家庭 当时香港流传着一句说话 叫做警察管黑帮黑帮管治安 当时的编制华探长是警署中级别最高的探长 华人叫Mark Meijer 英文是Web Major 相当于这个警署的大队长 曾志偉的爸爸就是曾启荣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五亿探长女落的头马 当时两个人是并肩打天下的 曾志偉出生那年 当时他爸爸只是36岁 已经在警戒中混职了13年 权力已经去到一个很高的点了 所以曾志偉绝对是含着金锁石出生的 多年之后曾志偉能够在香港龙舍混习的演艺圈 称得上大佬 跟他爸爸曾启荣黑帮两度的余暉是有物不可分的关系 在他小时候由于家庭环境不差 曾志偉从来都不需要仇生计 同时期出道的任达华女梁伟都是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但中学时期曾志偉已经代表香港足球队去世界各地比赛 多年之后曾志偉在采访之中也谈过这个经历 非常好玩 当然对于一个官二代出身的曾志偉来说 好玩的怎知是足球还有他的训任 在1972年的一天 当时19岁的曾志偉突然向18岁的王美华表达了 说他想结婚的意愿 当时青春懵懂的王美华也没有想到那么多 一下就答应了 但这段婚恨由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笑话 跟曾志偉不同 这个王美华自小在台湾长大 因为家境贫困 12岁就在歌舞团做歌手赚钱 14岁的时候有一次就随着歌舞团来到香港演出 就认识了曾志偉 结婚的时候他们已经结婚了4年 当时的王美华由于飘泊了那么多年 所以一嫁到曾志偉就觉得自己好像嫁入豪门 但事与愿违就在这个婚礼当日就已经梦想破碎了 因为当日结婚曾志偉竟然和一班农府舞师出了外面玩了3天才回家 这个王美华多年之后采访之中就说那时候曾志偉已经很风流 因为她经常接到外面的女人打电话来给曾志偉 曾志偉原本以为可以就这样一玩就玩下去 谁知道去到1974年香港的变天那天就是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了 彻底撤查这个境界腐败 一时之间的大老虎纷纷外逃 连她爸爸曾启荣也在这个时候逃离去了台湾 没有了靠山的曾志偉怎么算好呢? 幸好她是认识了一班农府舞师 当时有一个师傅刘家良 即是殷正正的另一半 混入了这个娱乐圈 在那年王美华留下两个女儿 就是曾泳义和曾宝宜和曾志偉离婚 曾志偉把两个小孩给了台湾的爸爸 开始在演艺圈逍遥 1979年从不缺女人的曾志偉 又认识了台湾的美女宋丽华 很快就删了曾国祥和曾国游 在这个小孩很小的时候 这个宋丽华又带着她两个远赴加拿大 多年后说起她老婆宋丽华 曾志偉有一句经典名言 她有身价 我有自由 说白是她给钱她老婆花 但她自己拥有自由 除了花时间在其他女人身上 曾志偉对于她的事业都非常卖力 在1980年当时只有27岁的曾志偉 先后导演了两部作品 一个叫《踢馆》和《拆装》 我说刚刚小试牛都 没想到飘放大卖 一时之间曾志偉成为 洪金堡和成龙 爭商拉拢的活宝贝 那年成龙 就是凭着醉拳 当时是25岁成为了功夫巨星 同年洪金堡27岁 刚刚开始筹备她自己的保和影业公司 但曾志偉并没有选这两个人 而且加入了新艺城 和密家、徐克等人成为了新艺城七怪 后来七人以大制作大卡士 拍摄了喜剧《最佳拍档》 1982年 最佳拍档上影 最终以2600万打破香港的票房 经过这一役 曾志偉开始在圈内有少少名气 于是她就联合了密家和洪金堡等人 拍摄了这个福星系列又赚一笔钱 手里面有钱 曾志偉红心万丈 1987年 当时34岁的曾志偉和谭永伦 成立了好朋友电影公司 终于拥有自己的大本型 曾志偉开始有所欲为 很快又出事了 1989年曾志偉执道的一部电影《安乐战场》 电影是广述一帮中国游客 在菲律宾玩的时候遇害的故事 这一场战场说过恐怖分子瑞莲女团友的美色 先强奸了余善敏 并且令她受伤害 曾志偉接受传媒访问时 说当时自己并没有强烈要求这一场战场战场 一开始打算以衣服完整被拉下来 然后再把衣服被拖回来 简单的镜头交代一下就可以了 但当时女演员要求用更逼真的方法拍摄 曾志偉也要求不能触及演员重要部位为底线 到正式开拍后曾志偉离开现场 直到听见女演员开始呼叫 原本以为她入气太深 直到有工作人员爆粗才知道出事 然后见到女演员在女美纸上哭得很厉害 这一段戏的戏份亦没有出街 后来这部戏的女主角亦被娱乐圈的人 记者找到出来的就是余善文 后来余善文离开电影圈 和赵潤琴结婚成为了经理人 并且打理唱片公司 她老公亦是一个很有名的声探 曾经绑过很多明星 两人过着如雨得水的夫妻生活 但坊间亦有另一个说法 影片上映后根据安乐战场幕后人员透露 中间有场强暴戏是真拍的 据说曾志偉在镜头前跟余善文沟通说 为求逼真希望打真军 余善文犹疑了半天 但真的拍的时候余善文强烈反对 但曾志偉未叫CUT 当时有两个版本 但曾志偉曾经在内地传媒接受访问 说没有这回事 大家自己去分辨一下 在1991年曾志偉和陈可生一起创立UFO电影公司 公司成立后 当时29岁的陈可生收到首部电影《伤城故事》更加大获成功 曾志偉更加凭着《伤城故事》赢取金像奖的影帝称号 在1995年无线重金刮割曾志偉 后来曾志偉主持的节目《掌门人》一夜爆红 先获影帝 然后是钟毅爆红 有一年32岁的南杰英因为拍摄大话西游 之中的春十三郎 惊为天人 角色深入民心 但没想到当时南杰英几乎在演艺圈从此消失 原来在1998年因为父母先后去世 南杰英心情不好 曾志偉去新加坡拍戏时 并且邀请南杰英玩几天 然后回香港时 南杰英陷入了抑鬱和精神失常 南杰英已经过世 其实他们两个发生什么事就没人知道 在2000年间 27岁当时的少妇叶韩仪 和香港玩具富商陈柏豪离婚 当时带着两个小孩的叶韩仪 每个月只有5000元 曾志偉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不但介绍律师给他 而且帮他接很多戏来赚钱 同时有街坊向记者透露 每星期有两至三晚曾志偉的住所 他们都在谈心通宵达弹 究竟谈些什么就没人得知了 总之街坊说曾志偉很喜欢谈心 这是肯定的 去到2001年曾志偉亦被狗仔队和关淑仪传出匪文 当时亦爆出和关淑仪同居了半年的消息 对此曾志偉解释 那段时间关淑仪心情不好 所以找自己寻求见解 我想曾志偉做这个counseling很了得 这么多女人不开心都找她 又去到2002年 当时有一个村妹20岁叫林苑 在广州一场话剧演出的时候 认识了当时49岁的曾志偉 当晚曾志偉和一个朋友在一起 以日后可以带她去香港发展为名 就认识了林苑去卡拉OK 那当晚发生什么事 没人知道了 去到2003年曾志偉任职香港演艺人协会的会长 那时她又想起这个村妹林苑 然后就联络上林苑 但林苑当时又有男朋友 于是曾志偉认识人不可以随便谈恋爱 你有男朋友来香港发展可能会有障碍 林苑再三思良和男孩分手去到香港发展 曾志偉就签了林苑 认了她做契女 是不是好像某某叫爸爸那些 很快林苑和契爷曾志偉又传出匪文 公司同事开始称她做嫂子 还有在香港媒体曝光 两人在酒店共度粮宵 第二天有记者拍到林苑去药房买过嫌人磅 去到2006年 林苑就和歌手则田发生匪文 当时则田只是30岁 当时非常红 可以比美陈奕迅 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自从则田和林苑发生了感情之后 她的歌艺身骸一直走下坡 后来因为和曹格打架的事件更加在香港娱乐圈被封杀 自此之后林苑消失于娱乐圈 去到2005年曾志偉又被人拍到和性感女性 是杨家闻的匪文 亦都是杨家闻有多出名 就是以大波为出名 详细就不要说了 你自己找一下杨家闻和曾志偉 你就知道他们的消息 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出名 2006年香港小姐呂慧仪也爆出深得曾志偉的重行 不单止在上《上缓人》的节目 更加在当年的《何岁片》 《我爱香港开心万岁》的主角 曾志偉不单拉拢她 一起出席各种香港影艺人的重要场合 还不断将她推荐给其他电影人 亦被人拍到威胁 而且有这个贴空服务 总之曾志偉的匪文说到我口干了 最了解她都是她的好朋友谭泳麟 她就这么说 我就最佩服曾志偉的善心 她专收留一些无衣无靠无衣穿的女人 哈哈哈哈